中國的詠春 我學了幾年在澳洲 我是澳洲長大的 因為工作關係我回來廣州 因為我是在佛山出生的 我也知道澳春是佛山發揚光大的地方 我在佛山找一個好的師傅 其實是緣分 因為師傅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師傅 他這樣詠春這種拳 屬於來家拳 南派的來家拳 都是屬於以猶濟光 借力打力那些 就像這樣 我們幾歲大的時候 街頭漢尾都很多公園 都是很多人打工夫的 有些人吃完飯 講故事 特別講佛山廣泛流傳那些英雄故事 影響到自己很想又學 其實師傅不是以教權為生 他只不過是很普通的工廠工人 他教權的目的是 純粹為了推廣佛山泳春的文化 我本身是做印刷行業的 做採購那些 晚上有時間 教一些愛好的那些 年輕人也有 正式教都可能有三幾年 一二三慢慢打 師傅一開始是不收錢的 完全免費的 他考慮到很多學生 是小朋友沒有income 或者一些很low income 他主要是想多些人學 我是學了幾個月免費 然後師傅家裡出現了困難 後來我們一班徒弟說服他們 不如我們一定要收錢 你一個專長 你如果是要教這件事 一定要收錢 所以師傅後來才肯收錢 我們大家當作亦輸亦有 即是說徒弟和師傅之間 我們很多時候都坐在那裡 一邊偵查一邊研究 學習那個權利 其實是新酒 剛剛還沒混合 熱就慢慢喝 拳頭英文叫做什麼 拳頭英文叫做什麼 拳頭是fist f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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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去punch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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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很厲害 你記住那個人很厲害 那隻 那個意思是腳 很厲害 這個腳 這個腳 那這個呢 這個手 不是 對 對 對 punch punch 最重要這個 最重要 好 那你寫個圖 我畫給你聽 你給我指揮 好了 真的 我永遠拿到指揮 困難重重 真的 真的 真的難了 按照傳統來計 一日為書 終身為父 所以我的徒弟 對我都十分尊重 那師傅呢 那師傅呢 就除了禮拜一 其他三、五和禮拜日 都是駕駛他那部電單車 上高速公路 過順德、高明去教拳 經過朋友啊 那介紹我去廣州教拳 很漂亮 以前去廣州就很麻煩 就是要轉幾趟 跟汽車都要 我現在下班之後 都是用一個鐘頭多一點 我就可以去廣州 那現在師傅可以乘地鐵 廣州教 那就變成了 是允許一個額外的收入 希望愈整愈多人 能夠掌握這門這樣的功夫 很少主張 你會不會 我整個人 你會不會 我現在下班 我現在下班 我現在是 你別浮飩 你��